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有关香港新闻的事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就订阅、订阅、订阅 今次报道这个 深水埗桂林郊117号堂楼事件 根据资料显示 今天上午11点多 有个女人报案 说自称老公拿刀来襲击其家人 警方收到善报后 大批警员到场 分别将伤者送到明爱医院 伤者经过十多分钟抢救后 有两位已重伤不治 最后一名伤者 经过半小时至45分钟抢救 都是不治的 分别年龄是两岁、四岁和六岁 他们的关系没有止关系 1加5口巴基斯坦国籍 而之后发现伤者是并无睹伤 怀疑是焗死 警方也带走巴基斯坦瑞南市 后来经过警方的调查 发现这个母亲 巴基斯坦瑞的母亲 她是有精神病患者记录的 她也是同样承认自己 犯案的疑空 现在有报导指出 说这位母亲自己报警 诬告她的丈夫 伤害她自己的女儿 关于这件案件 如果再有最新的跟进 我会再报导的 希望大家喜欢 不會忘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频道 这次分享到这边 为止 下次我们再分享到其他案件 这边不要忘记提提大家 如果发现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家人有疑氧或者精神困难 請早及早醫治或尋求方法 千萬不要自豬不利 而都知後悔莫及 這四天內是第三宗類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件發生